其实这个土地公 它大体上都为神 都为神 但是它是掌管这所谓的土地 对不对 我们拼合土地公 所谓的击败家里土地的神 不放在神台上 直接放在土地上 这看成一般的神 他是土地 土 这个土地公是放在小太极的梗挂 那如果为木是刻入 那如果为土 那是放在地上 应该怎么去胜负 其实这个土地公 它大体上都为神 都为神 但是它是掌管这所谓的土地 对不对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土来看 其实是可以 那不管如何都好 我都建议大家 尽量去 也做一下简单的化解 那如果甚至在这梗挂方的话 甚至可以 反正就是 因为一般上比较红 对不对 那么甚至你们可以放一些 放一些在它香炉下面 放一个红色的垫子等等 这些都会有帮助 OK 所以土地公大体上为木为神 但是也可以把它当成土来看 OK 因为它管理着土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木跟土 同时 就是有这两种五行来对待 比较稳一点 比较安全一点 OK 所以用那个红地毯是可以的 好 下位朋友看看 下位朋友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